我這邊填完成績123按確定 如果他成績平均 超過85分的話可以得獎學金1萬塊 如果說他的平均 我印象中75分那這邊大概給60 我看一下確定 79分以上75分以上的到85分就有5000塊獎金 如果說他的成績低於75分的話比如說他有一顆40分 應該確定 應該就72分 成績普普還要再努力 就有三個標準反正你這個標準自己再去設 就是判斷 所以呢第1個我要取得什麼取得3個成 第1個就是我要總分多少 第2個是平均多少 第3個就是平語 3個東西 那書上的範例程式是用double double就是有小數點 可是我覺得double 有點複雜所以我全部都把它改成 整數 反正總分也是整數 平均也是整 就是把小數點都去掉就對了 4色全部都是整數 這樣會程式比較簡單 所以呢 你們可以比對一下那個書上的範例 我是覺得我會把它寫的很簡單 因為這樣比較好懂 那基本上也是3個流程 也是一樣的邏輯 第一個 宣告 我想沒問題吧 4個東西 畫面有 總分平均 平語 還有一個按鈕 所以有4個 連結連結4個 所以以後你就SOP反正就這樣來做 那4件的話按下去就是finish就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第2個activity 這個畫面 實際上是我剛剛講過 疊上去而已 疊上去 所以它 第1個還在啊 所以你就怎樣finish掉就把上面關掉 後面的下面就看到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只要一個finish 把它結束掉 它就看到了 那 只是說呢 在 事件 就是說 沒有按事件uncreate的時候呢 我要做什麼事 取得什麼呢 取得那個bundle傳過來的東西 那怎麼取得呢 剛剛 就有點像 附加檔過來 對不對 那我要把它打開 打開的話呢 記得就是 透過什麼呢 透過bundle 這邊就建立一個bundle 然後呢 從list 就是我們這個class 裡面有個方法 叫做get intent 就是取得 傳送過來intent intent裡面呢 有個什麼 get 剛剛不是有個put 以稅對不對 有put 那就會有個什麼 有個get get就取得 附加檔 對不對 取得之後的話呢 那我會有 三個成績 三個成績裡面用什麼 get 用什麼get string 用什麼get string 我們不是有一個 value值是 Chinese english 跟math 所以呢我透過get string的方法的話呢 把它取得 那取得之後呢 因為我為了方便 所以我全部都把它 怎麼樣呢 把它轉換為什麼呢 轉換為 整數 全部都是整數的 取得之後全部都整 如果小數點也都 把它改成整數的 然後呢 這個三個成績加起來之後的話 就是總分 所以底下 取得之後全部加總 就是 sum 對不對 然後 一個average 這個是一個變數 把sum 除以三 那最後呢 也用硬整 所以一律都是整數好了 書上是用double double要處理什麼 小數點 太麻煩了 所以暫時 不要處理這個 不然我 我看你們光 什麼intent bundle activity 就已經投入腦上了 再加一個什麼 lumber的 一個dissimo 那你可能 Number的format 你可能又昏倒 所以我就把它簡化了 然後呢 最後呢 set test 把那個總分輸出 把平均輸出 然後呢 最後一個 如果average 它大於等於85的話呢 那我就T03 就是第3個 TestView 就是成績很好 可以打 獎學金 1萬塊 else if 或者是什麼呢 它的平均大於等於75 那就 成績不錯 5000塊 else反之的話 那就是低於75分的話呢 就成績普普還在努力 就這樣 所以基本上 這兩個 activity 都遵循我前面講過 123 多的就是intent 跟bundle而已 其他的話都差不多 那我也把那個程式碼 也把它放上去 分享區裡面 所以回去的話 因為時間關係 沒辦法講太多 然後你們自己再把它 這邊有個intent 那我也把它上了顏色 所以你們自己再把顏色的部分 重點 把它key上去 再runrun看 然後run出來如果可以像我這樣子 返環就finish 可以看到的話 那表示你這個是ok的 這個是算最基本的 一個 App的 這個 練習啦 如果你這個 這個都run不出來的話 那其他的話 我看 就很辛苦了 那其實App就這樣 反正你又切來切去 就跟網站一樣 這個切這個 這個切這個 那你如果有很多的activity 就會有很多的view 那就可以 切來切去 切來切去 它可以做得很複雜 ok 好吧 畫面呢還給各位一下 好